溫氏警方正在通緝一名男子 懷疑他上個月在溫氏中心性侵一名受害者 呼籲知情人士提供線索 蘇漢男爵報道 案發在上個月15日凌晨 一名男子在溫氏中心Robston及Granford街 懷疑性侵一名受害者 之後坐車離開案發現場 溫氏警方正在通緝那名男子 疑犯被描述為大有深色皮膚 黑色短髮及黑色鬍鬚 當局亦相信疑犯犯案時 可能穿着淺色短衫 隔製短褲及拖鞋 呼籲有案件線索人士提供資料 另外在列治民方面 王家騎警拘捕了兩名男子 他們事緣在星期日中午12時半左右 在Kuni路及Akro路交界處 持槍行劫一名貨車司機 之後沿Ratsminster公路東行 經Alex Fraser-Q前往蘇里 之後29歲的疑犯在蘇里被拘捕 而27歲的另一名疑犯就向警方自首 兩名疑犯目前仍然被拘留 而列治民王家騎警 重案組已展開調查 並且呼籲有線索記人士提供資料 新時代電視蘇寒南報導